接下来说一下如何汇总一个PDF文档的画线和笔记 就是进行了多处画线 写了多个笔记如何汇总到一起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界面 阅读PDF界面 看一下右侧 右侧其实是有两个小图标的 左侧这个图标 是调取文档相关的信息 比如这个PDF 它的类型 它的标题 作词是谁 然后天下日期 等等很多参数 右侧的图标是调取这个PDF文档 笔记的相关信息 大家看这里说的条目笔记 指的是针对这个PDF文档的笔记 汇总笔记 下面的所有笔记 指的是在整个the tour里面 其他文档的笔记 其实和这个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 可能有些干扰 所以我们重点看这个区域 大家看到这里显示的是没有笔记 那什么含义呢 就是针对这个PDF 还并没有生成单独的一个笔记 那这里这些呢 可以列成在阅读PDF时 进行的评论 写的小的内容 但它们还不作为一个笔记存在 好我们看一下 好那比如说 我们想将左侧这些标记 自己写的一些内容 会用成一条大的笔记 怎么办呢 点击下这个位置的加号就可以了 点击加号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会有两个提示 第一个是通过注释添加条目笔记 那这里可以理解为 先画线 然后呢这些叫做注释 然后呢将它们汇总成一个条目笔记 那至于添加条目笔记呢 是单独添加 我们先说这个通过注释添加条目笔记 好点击一下 点击之后呢会发现 将左侧这些内容啊 就进行合并了 合并成一个单独的什么笔记 然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 叫做条目列表 那本来啊是只有这个PDF的 我们刚才添加为 整个的条目笔记之后呢 会多出这个 多出一条单独的一些笔记 这笔记是相当于是汇总了 这个PDF中我们所有的一些标记啊 所有的注释 好我们到转件里看一下 比如我们找到这个分类 然后呢找到这个条目 然后呢点击其中一个PDF文档 然后呢比如我进行划线好了 比如这个区域啊 划线 好这个区域划线 好左侧呢出现对应的位置啊 对应的这个划线字 然后呢添加一些评论 好为了区分明显啊 我分别打一二三好了 好那这时候呢 这时候呢就进行了划线 以及添加自己的注释 我们看一下右侧 右侧我们看到该条目笔记啊 目前是没有笔记对吧 怎么办呢 点击一下加号 好我们选择第二个 通过注释添加条目笔记啊 通过注释指的是左侧这些啊 好点一下加号 然后选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时候呢 就汇总了刚才的几个小的注释啊 大家看到这个一二三对吧 这个结构是 先是这个引号 是书里的这段啊 PDF里的这段文字 然后呢 接下来是我写的这段东西啊 然后呢每一段都是啊 先是引用啊 就是原来文档里说的是什么 然后呢下面是自己写的 都是这样的结构啊 现在是把之前所有注释 汇总成一个大的一个笔记了 好我们回到这个条目列表看一下 大家看到哎 这里加了一个笔记啊 就是注释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写的注释啊 比如我们这里改一改吧 然后我也随便打几个字啊 好 然后呢回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他名称也改了 那所以以后 我在阅读 或者说查找资料啊 学习的时候呢 我既然已经阅读完这个PDF了 它的核心的内容 我的一些想法 写的一些笔记啊 卡片等等 都已经汇总到这了 可以直接点这儿 看这个浓缩的一个结果啊 效率就比较高了